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林 來 趕快歡迎我們今天命運老師 首先歡迎吳美玲老師 大家好 今天歡迎湯振偉老師 大家好 來 今天歡迎白瑜老師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 我們現在常常聽到說 新聞報 小心 水膩來了 水膩到底是什麼 今天跟大家解釋一下 而且什麼人犯水膩 個星座不一樣 然後五星水膩真的好可怕 好 來 歡迎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余皓然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林業婷 大家好 真的每次水膩來 大家都會覺得 這邊卡住 那邊不順 都會發生很多不爽的事情 對 那如果五星一起逆天呢 那就是五顆星大水膩 大水膩 嚇死人了 從這個2022年 今年2022年 從8月24號開始 就要進入五星逆行期 這個期間該做什麼呢 才能順風順水又順心 抓住好運氣 不過講到水膩是什麼 先問兩位 你們自己身上有發生過什麼 水膩的災情嗎 有 我有 而且滿嚴重的 就是我去年就是差不多 也是暑假的時候 然後就是水膩的時候 那剛好要帶兒子到美國 去讀大學 然後因為他去年疫情很嚴重 他就高中畢業 他就沒有回來 就等於我已經一年多 沒有見到兒子了 所以就充滿 那會 充滿期待要去見兒子 然後行程就排了一個月 然後回來再隔離半個月 就已經有打定 要有一個半月不工作 然後要飛到美國去找兒子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的好朋友就是Julie 他剛好也在舊金山 所以我就從舊金山進去 從舊金山轉 然後去都還滿順利的 然後就大概待了五天之後 第六天就要飛 從舊金山飛到坎薩斯州 裡面的一個小城鎮 叫Hass 海斯 去找我的兒子 所以妳一個人 我一個人 對... 只有我一個人去 我就想有一點冒險 而且我英文又沒有很好 然後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我就口罩戴好好吃飽飽 然後就到機場 就很順利的進去 那個登機坪等了 就想說時間還滿多的 就一直等... 就看到一個訊息說 我的那個班機 要延期一個鐘頭 就想好險我有提前 就是預計提前到丹佛 所以我還有很多時間 然後又一個訊息來說 可能會延期兩個鐘頭 我就想兩個鐘頭還好啦 應該還有時間 然後他又一個訊息來說 現在那個飛機才剛剛起飛 就是從另外一個地點起飛 所以可能會延期到三個鐘頭 那時候我就有一點緊張了 然後我就開始就有一點慌張 可是後來我兒子說 媽 妳不要擔心 因為我看我們中部這一邊的 好像是天氣的關係 妳的飛機沒有到 妳要坐的那一班飛機也沒有到 我才有一點安心 怕接不上 對 後來呢 順利起飛 他就說我那要坐那班機 從四點多也延期到六點 然後呢 我的大概五點多可以到丹佛 可是殊不知 我就在丹佛的那個天空上 盤旋盤旋盤旋 因為他有一個很帥的空少 出來講話說 那個天氣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降落 然後後來我就看他 大家都寄安全帶準備要降落了 我就很高興說 終於要降落 就降落了以後 空姐一直說 大概說可以上廁所 然後大家起來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拿行李 只有人走去上廁所 那我就問說 請問因為我隔壁沒有人 然後有一個人 我就問他說 我們現在在哪裡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了一個 機場的名字 不是丹佛 對 我就當場快要 眼睛都已經紅了 那我就想說 他降落在哪裡 然後我就 因為那時候就可以用手機 那還好沒跟你說 終勝機場 沒有 沒有 那是美國內陸 所以他就說 我就把那影片拍 然後問那個我朋友說 他說什麼 他就說 他好像因為沒有油了 所以只要降在附近 然後是要加油 然後再起飛 起飛了以後 他說二十分鐘 我就會到達丹佛機場 那我就想說 我只要六點到 我六點二十 我可以趕得到 殊不知又在那邊盤旋 然後我就真的是到 六點二十 我飛機才降落 然後我就趕快 要轉機的人 整個飛機的人 都是要轉機的人 那就不用擔心 他會等 然後殊不知我一出去 就有很多空 就地勤人員說 要改搬機的到那邊 要搭機的到那邊 然後你如果是這些 搬機的人呢 那你就要趕快去趕飛機 那我就一看上面說 沒有我的搬機 我就給他看我的登機證說 不好意思 他就說 你的飛機已經槓 然後說 叫我去換飛機 已經槓 已經槓 你跑了 對 後來我兒子 他幫我查說 媽媽 你的飛機沒有不見 你還在那邊 只是他登機門關了 他就不讓你上去 然後後來我就一邊哭 一邊走 一邊拖我行李 然後就走到那個櫃台 你知道嗎 我從七點多 一直排到九點多 才排到換機 我就一邊在排隊一邊哭 然後後面的先生也覺得 可以我幫你嗎 那我就 沒關係 就用一些簡單的英文 人家都覺得 我不知道哪裡不舒服這樣子 我就在機場 從七點開始 就是六點多 一直排... 排到大概八點 快九點的時候 才排到我 那我就沿路一直排 就一直跟我兒子溝通說 媽媽坐Uber去找你好了 那我就查一下Uber 我坐到那邊 要花一千五百塊美金 的車資 然後他還說 媽媽不要我的 不要這樣子太危險了 那其實如果我換飛機 換成明天的話 就同樣時間 四點半那一班 我就可以搭得上 其實就大家都會很輕鬆 我就稍微理智一點 我就說 那你跟那個櫃台 等一下換我的時候 你跟那個櫃台講說 可不可以... 他說媽媽你要怎樣嗎 最舒服嗎 我就幫你溝通 然後我就說 那你請他們幫我安排飯店 所以後來我就 搭了計程車 然後到了飯店以後 我就發現 是一個度假飯店 對 我們來看照片 對 去到那邊的時候 蘇子又說 綠小姐妳現在一個人來 我想說對啊 不然呢 我可能又... 心裡這樣想 我說對啊 他說那先把內褲脫掉 我想說 打線影機 我為什麼要脫內褲 消毒完整個弄好之後 然後這時候 一個醫生進來了 非常年輕 大概三十 男生嗎 男生 然後醫生進來了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的人生 會這個樣子 來 我們來看照片 對 這就是 妳在機場已經快哭了 沒有 這個已經到飯店了 這個已經到飯店 然後這是我 就有一個早餐 就是可以到他們那邊的 那種咖啡廳去吃早餐 很勇敢 要是我一個人 我這輩子應該都不可能 妳就哭得比大聲嗎 可能一個人進去 然後 因為那時候就是在舊金山 妳看我還發說 延遲了兩個小時 等一下轉機 我就要跑起來 我這次發了一個動態 然後吃早餐 然後這個是飛機已經到了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們驚訝你 你是不是去打電話 沒有 我來 我兒子長好大喔 而且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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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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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陪他一起去那個 那個二亥二州 然後才發生一件 又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水膩的事情 也是水膩 也是水膩 假如這個水膩 大家都發生很多事情 我租好車子 訂好飯店 到了機場才發現我台灣的 駕照沒帶去 所以我整趟都沒有辦法租車 可是我已經付好了 我租車的費用三萬多塊 台幣 整個他也不能退錢給你 然後 其實我有一個很貼心的兒子 他就說 媽媽沒關係 我們就都搭公車 後來就發現二亥二州很方便 他 他也還沒考驕照 對... 他還沒有考驕照 而且他就很方便 就是他們只要每天五塊錢美金 你可以做所有他們市區 所有的交通工程 是... 所以有時候水膩 就是說小水膩 就是自己忘東忘西 對 或者什麼忘記事情 大水膩就是會出狀況 就是旅程中出很多狀況 或妳這個... 這個... 飛機大抵擋是滿恐怖的 然後後來我沒有 要回去的時候 我就說跟弟弟講說 媽媽這一次好迷糊 好多事情都沒有 都沒有計畫得很好 他說不會啦 媽媽我們其實有租車 只是放在飯店而已 就他會很貼心地安慰我 我就覺得他滿足了 OK 來講到這個水膩 皓然 說妳本來對水膩 也沒什麼概念 後來大家說 水膩水膩妳才慢慢想 對齁 我那時候怪怪的 對 因為他剛剛講 我在想說 我們兩個生日才差一天 為什麼個性差那麼多 我這輩子都不可能 一個人跑這麼遠 因為我每次看到那個 妳不敢對不對 我不敢 但是我前幾個月 就發生了一個事情 後來我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就是 人家講的水膩 因為我每天都會 跟我老公去散步 我老公喜歡散步跟爬山 然後我前幾個月的時候 散步散了散 我就一直覺得 我的左腳有點痛 我想說可能是走太多了 痠痛什麼 可是他的痛又不是痠痛 我就這樣持續痛了 大概一兩個月 還滿久的耶 滿久 然後我也想說 是不是老了骨質疏鬆 你就會開始想 然後又激少症 你知道就是很多劇場嘛 然後我媽就說 你要去看一下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去看一下 你知道我住內湖這麼久 我那一個月 近三種的次數 比我在內湖住幾十年還多 我就先去看了骨科 然後醫生就說 雲小姐我照X光片 你的腳沒有什麼問題 骨科看了 那還看什麼 骨科看他就說 你要不要做更 我說可是我走路就會痛耶 我說我不知道 到底哪裡痛 就是大腿這一節會痛 他說那你要不要做更精密的檢查 什麼 我說好啊 他說那我們就安排一個 做什麼核磁共振 要打顯影劑的 我想說好吧 那既然都要檢查了嘛 顯影劑 顯影劑不就是打進去拍照嘛 對不對 我就那一天我老公拍戲 也沒人陪我 我就自己也沒化妝喔 戴著口罩我就去了 然後去到那邊之後 護士就說 啊 玉小姐你今天一個人來啊 我想說對啊 不然呢 我心裡這樣想 我說對啊 他說那先把內褲脫掉 我想說打顯影劑 為什麼要脫內褲 我說為什麼要脫內褲 對為什麼要脫內褲 他說因為你是這一節 我們怕你是寬骨這邊 所以要照到這個位置寬骨 顯影劑要打進寬骨的關節裡面 喔 我說要脫內褲啊 他說還是你想一想 有沒有要今天檢查 我想說我都已經來了 對不對 他已經看到你 好吧算了 如果早知道的話 我好歹在家也 知道嗎 剃個比基尼線是不是 對 敷個面膜子 去個角質 去個角質 對 沒準備的去 他要你脫內褲 想說好吧那就脫吧 脫了之後 因為他要消毒 譬如說你這一隻腳 還要縮起來 躺在那裡 然後他就拿在那邊消毒 還好都是護士小姐對不對 對 護士 那其實人家也沒多想 可是你就覺得你沒有準備 然後就在消毒完整個弄好之後 然後這時候 一個醫生進來了 非常年輕 男生 大概30 男生嗎 男生 然後醫生進來了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的人生會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在旁邊在弄藥 然後我就晾在那 然後郭宜偉他就來幫我 蓋什麼消毒布 我說醫生請問你在做什麼 他說 他說不是啊 因為我要先把麻醉藥什麼 先打進你的關節裡 然後我才能打血影劑什麼 整個弄完你知道 我就起來穿內褲 我就覺得說 我就突然想到說 到底是什麼了 如果沒關係 真的檢查出什麼的話 也就知道也就好了對不對 通通弄完回家 那回到家 要等報告一個禮拜 我回到家還在想說 天啊 處女座你知道 今天第一次 在老公之外的人面前脫內褲 沒有 從十幾年前 婦產科醫生看完之後 就沒有漏過了 你懂嗎 然後我回家還在想說 完了 人家又認識我 雖然說醫生看這麼多 然後我回家很好笑 我還進廁所 同樣的姿勢 自己看一下 然後自己檢視一下 照一下說 剛剛的那個姿勢動作 會不會很醜 是陪人家看到什麼 不是 你總是希望有好的一面 給醫生嘛 是 然後檢查完說 還好 沒什麼醜陋的 然後一個禮拜去之後 然後醫生又說 我們看你都很好耶 沒有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還是會痛呢 然後更有趣的是 然後醫生講完之後回家 隔天就沒有痛到現在了 他就好了 所以我不是水膩 我們一聽就知道 卡陰 沒有 後來想說 就是卡陰 可能就是 因為打針會有處流血什麼 會不會是被醫生看了一下 打了一下針之後 水膩就過了 就是卡陰她嚇好了 來美玲老師 哪些姓名比劃的人 要小心下半年一直在水膩 我們來看看這下半年 哪一些人容易有水膩 一定要特別小心 但是我們如果只要算到運勢 或算到水膩這個 一定要看你出生的那個名字 就第一個報戶口的那一個名字 所以我們以那個為主 來 我們來看人格 人格是掌管我們的健康公衛 還有我們的脾氣 個性 還有我們的財運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在財運上面 水膩要特別小心 好 那這個時間出生的話就是 室友進展 心想事成 同一是可能很多人最近 可能在籌劃一些新的工作 或是說你可能要轉換一些跑道 或者是說你想要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各方面的形態 可能在尋找的過程 或轉換的過程 可能會比較累一點點 比較煩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這個煩點是正向的 因為你到下半年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堅持到底 是可以看到成果的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在財運上面水膩 要特別小心 趕快把你的筆劃算一下 像我們這個人格 有九化 十四化 十八化 二十四化的人 在財運上面 下半年要特別特別小心水膩 像葉庭你的 你的靈跟葉都是性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交觀眾一下 我們台灣很多的負性 像什麼梵漿那些的 這負性的人就是 你的靈加葉不加一 就是你的八化加十五化不加一 我們通常天格的話是 我們的性加一就是我們的天格 那你的人格就是 林 葉 庭三個字加起來 為你的人格 所以你就是這三個字加起來 如果負性的觀眾朋友 也是這麼算法 所以我們這個看的是人格 當你人格有這些的人 像如果九化的人 今年要特別 下半年要特別小心 在哪一方面的這個水膩 在錢財方面 所以當你如果走到這個人 一定要特別小心 你如果現在 想要自己創業或開店的人 一定要小心 我們水膩的話 就是容易判斷錯誤了 或者是碰到障礙 或者是你之前 像十八化的人一定要注意 十八化再轉型也是 十八 十九再轉型 一定要特別小心 在錢財方面 水膩的話就是容易判斷錯誤 或者是投資錯誤 或者是今天當沖的時候 該沖不沖 不該沖又沖了 所以這個在水膩方面 一定要小心 那還有一種水膩就是說 因為我們錢財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之前有欠債的話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有一筆資金要進來了 差不多應該可以過關了 但是對不起 我們水膩的時候 那個資金就會本來答應你了 說好了是要進來的 對 就沒有進來 就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就沒有了 再來就是我們要看十四化的水膩 十四化的水膩就要注意了 這可是為了錢 大家吵得不可開交 有的是因為股東 股東大家有賺錢的 或者是賠錢的 大家增值了 但是有的 剛好是分家產的問題 那也要特別小心 兄弟姐妹增值了 那或者是說 大家為了一筆錢而開始吵架 所以我們走到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水膩也會因為錢 大家鬧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個地格 地格的話 就是關乎到人際關係 我們來看 來 我們順便再教學一下 那個夜庭的那個 他的庭因為 因為你沒有地格 對 所以他的 他的人格他只有庭一個字 那就是九話加一話 所以你的地格也就是十話 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是單名的 那單名的就是你的單名 這個名字的字 你加一話 那就是你的地格 所以當你地格有十六話 十八話 二十七話 二十五話 二十七話的人 這要特別小心 這個你知道 人際關係是最可怕的 現在什麼都不可怕 人是最可怕 對 現在很多人 一鬼還可怕 真的 現在很多人 可能你稍微一句話 他就要檢訊你 或是要告你 或是網路給你收證 尤其現在自媒體很多 你可能不小心 只是發表了一篇論文 或是一個情緒 你知道人家就會抓你的語病 就開始攻擊你 或者是現在很多的商品 也會有人攻擊你 所以這個要小心 尤其很多做商品的人 我們如果做商品的人 或是你是做這種自媒體 公眾媒體的人 一定要特別小心 這種人際關係的隨你 這個代表說 容易有外來的攻擊 那這個外來的攻擊 你自己一定要很冷靜 不要跟他一對一 因為現在你只要留下的字 全部都會成為呈堂共振的 這個都要小心 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是做商品的人 也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們做商品的人 一定要特別小心 你的把關 你的檢驗一定要自己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這個工廠不錯 大家都是在他那家生產 那也不去看工廠的 然後就直接下單了 結果這個工廠裡面 結果這個工廠的流程 全部都出問題 因為他跟你講 我的東西全部都檢驗合格 但是當有人檢舉你的時候 你就是不合格 所以現在很多人是 隨便拿東西 直接貼牌 直接賣 所以要特別小心 當你人際關係走到水膩的時候 也特別容易碰到人家來檢舉你 這個要特別小心 那還有我們這個人際關係就是說 有的人是現在很多父母 可能年紀都大了嘛 然後可能要住院 那到底是獨靈 是你過還是我過 還是你出錢還是我出錢 這個也會因為這樣子 大家去吵架 還有現在也很多人 因為生病嘛 那疫情很多的問題 可能你的家人呢 可能送進病房之後 怎麼突然不能出來了 因為疫情它不能讓你隨便交換的 但是我明天要上班怎麼辦呢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或者是碰到我們隨膩 第一個呢也代表了感情的障礙 如果你現在當下面對的是感情呢 你要特別注意感情隨膩 感情隨膩就是蝦囉 蝦 這就是蝦囉 就是蝦子煮熟囉 會碰到就是 明明大家看這個難的不行 但是你就看它怎麼看 橫看樹看都是對的 然後明明大家都跟你講 這個網路是在騙你錢的 沒有 祂很愛我 我們已經禪戀愛半年 祂現在就是缺錢 我是我這一關一定要幫祂 一定要救祂 你知道有觀眾問我 我說跟祂講說這是騙 祂說沒有 老師你不是跟人家跟我講說 人要博愛嗎 我說博愛不是這樣子博愛法 所以我們博愛也是要有智慧的 所以當你如果有碰到 這些歲數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在人際關心方面的水裡 所以還是要凡事小心 再來湯正恩老師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下半年可以逢凶化吉 好 下半年可以逢凶化吉的生肖 基本上如果你遇到一些 現在一些障礙都是正向的障礙 基本上只要跨越了度過 基本上你都可以海闊天空 但唯獨可能會有兩個生肖 可能要到2023年才會比較開運 當然兩個生肖就是生肖屬猴的 因為正沖太歲 以及坐太歲生肖屬猴的 還有2023年即將要面對偏充的 生肖屬老鼠的朋友 這三個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如果你有遇到一些障礙 很煩的事情 那你就先不要花太多的力氣 去處理它 因為你花太多力氣 那如果有遇到的話 就不要花太多力氣 因為代表什麼呢 因為你花很多力氣 其實表示你現在是執著 想要去得到一個答案 那不妨就放輕鬆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是正向的障礙 就是說 這個就是你處理好之後 那你就真的可以運氣變得很好 而且事情也會完成 好 我們來先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這一組 就是 好 屬馬跟屬狗的朋友 如果你又遇到 早上的五點到七點之間出生 就毛時 好 那這個時間出生的話就是 室友進展 心想事成 什麼意思呢 可能很多人最近可能在籌劃一些 新的工作 或是說你可能要轉換一些跑道 或者是說你想要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各方面的型態 可能在尋找的過程 或轉換的過程 可能會比較累一點點 比較煩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這個煩都是正向的 因為你到下半年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堅持到底 是可以看到成果的 所以不要放棄任何的機會跟希望 所以生肖數碼跟數狗的朋友 只要你的生肖有上榜 那時程如果有的話 當然更加分 最起碼可以加個百分之十五的分數 所以生肖有的話 就佔了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分 好 所以也是這一組生肖命格的朋友 就特別恭喜你 好 那第一個 逆行代表反思 也代表機會 是 給我們第二次的機會 給我們第二次的反思 遇到一樣的事情 我是一樣慌亂忘記準備呢 還是我一樣去 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趕快自我提升 然後把握住它 這完全在我們的心思的轉念之間 那累積在這個慌亂之中 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好 那第一個 就是 屬羊跟屬豬的朋友 就是 如果你下午的 一點到三點之間出生的餵食 代表什麼呢 有喜無哉好運旺旺 這個有喜什麼意思呢 尤其生肖屬羊的朋友呢 可能假設你的喜事是 可能你想要求子 那你可能剛好生了小孩 那或者是你走入人生的 婚姻的階段 如果這兩個生肖呢 如果你用這個人生的 很大的喜訓 那真的是 勢不可擋 為什麼 你會有 很多的好運氣呢 會跟著而來 因為我們講說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命格 那尤其呢 如果說你說 我屬羊 我屬豬 可是我都沒有 生小孩的打算 那也沒有結婚的打算怎麼辦 我就是 我屬羊 而且我也就是在下午 是 那個三點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樣的打算的話 就是很簡單 你可以多去 最簡單的就是 多參加朋友的喜訓 或者是去沾染一些 可能等一下 明月裡等等的 那這兩個生肖呢 其實在這一兩年當中呢 它會特別怎麼樣 著重在家庭的經營 例如說可能 例如說可能小孩 就像剛剛葉婷講的 就是小孩出國念書了 然後會更發現說 其實家的零聚力呢 應該要更把它給包起來 事業當然也很重要 但是呢 好像覺得家庭的經營 要更重要 是 因為人生無常嘛 所以呢 屬羊跟屬豬的朋友呢 我覺得這一年當中 到下半年呢 如果你跟家裡的人 可能感情 假設以前有一些 誤會的地方 或跟你的親朋好友 誤會的地方 都可以趁這段期間呢 去化解任何的誤會 它會讓你呢 在這個人際關係上面呢 會感覺更加的溫暖 那人會誤會解開了 一有溫暖的感覺的時候 相信好運也會跟著來 所以呢 屬羊跟屬豬的朋友呢 基本上有喜無哉啦 就是說你遇到任何的 現在的覺得很煩的事情 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只是一時之間的 放下執著之後呢 真的好運氣就來了 所以特別恭喜呢 這四個生肖的朋友 那以上的生肖命格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最近這個水星逆行 真的逆個沒完 從兩星逆到三星逆行 到四星逆行 接著進行五星逆行 你們現在知道 逆行的厲害了吧 五星好可怕 感覺好像會更嚴重的災難 所以有做好什麼 預防措施嗎 我如果錄影啊 我妝都畫好 可是我化妝品很重 我還是會帶來 就是常人家說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東西 明明沒有拿出來用 可是我就明明知道 戴安心的啦 戴安心的 對 都是戴安心的 然後明明錄影一套衣服 我可能袋子裡面會放兩套 就是戴安心的 戴安心 我就覺得 都穿藍色 滿剛好的 如果妳 妳這個處女也會這樣子嗎 我的跟她不一樣耶 因為我就說不管膩不膩 我個人會覺得說 有時候不經意的做一些好的事情 好像就是可以化解掉一些膩不膩 譬如說像 因為我每年 而且那個事情可能就是 你自己可以做 不需要刻意或是花什麼樣的精力 像捐血就是我跟我老公 你看我這麼瘦 我已經捐了大概十次血了 有時候瘦不見得不健康喔 對 而且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捐血喔 因為我曾經帶我朋友去 結果他一到捐血中心 他的血壓就高 高到我已經捐完了 他已經坐在那邊一個鐘頭 他還是高 他是緊張是不是 他緊張 所以我跟我老公都會 每年都會不定時的去捐血 只要有時候他捐血中心 給我說 血荒了需要什麼行 我就會去捐 像我那天帶我女兒也是 我們兩個就走在那個 所謂東路的地下街 然後走走走 就突然經過大安路那邊 有個捐血中心 然後捐血中心 他就說最近這幾天非常缺血 我就想說我好像可以捐了 我就問我女兒 我女兒沒捐過 我說妹妹你想捐血嗎 她說好啊好啊 我沒有捐過 我說那我們先進去看 如果說你的檢查 各方面都OK的話 那你今天第一次捐血 就非常好 就我們兩個進去之後 他也都很好 整個身體狀況 然後他也捐了250 我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人 就是在不經意走到那邊 突然看到這個東西缺血 然後進去捐兩個身體也可以 我覺得好像就是有時候 不經意地做一些好事情 所以還是用好事來化解血液 搞不好是不是也不錯 有血光之渣 就因為捐血 血會化掉 就是因為你的血 因為你捐血 其實也可以幫助別人 那自己其實對身體也很好 也可以新陳代謝 對像之前 有時候我們在節目上 會介紹一些好東西 前陣子就有一個網友 就私訊我說 浩然姐妳介紹什麼東西 好貴喔 她說 她說我很想要吃 可是我覺得很貴 我又買不下 我一個單親媽媽 不管她是講真的假的 然後我看到她的故事之後 我就說 那我家還有一包 我說我寄給妳好了 我說妳試試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有效 很不錯妳再買 然後她接著就說 妳怎麼那麼好 然後接著又講 她說 那妳可以再寄一張照片 照片後面寫一些 激勵我的話嗎 我就想說 可是現在哪有照片 現在還有人在拍宣傳照 以前的宣傳照 我就說好啊沒問題 然後她就說妳怎麼這麼好 那我就覺得 不管她是不是說實話 可是我就覺得 自己做一些事情 自己是開心的 反正開心的 而且妳的心情 開心也會影響到妳 碰到一些老師講 不順的事情的時候 妳可以很正面地面對 來 白雲老師 來 2022年 2022年下半年 真的有五星逆行嗎 那會有哪些不順的現象 大家注意聽 而且這五星逆行 都是我們流年裡面的大星 木 土 天 海 鳴 全部都可以把我們 最多人生流年裡面的 所謂的個性 我想要經歷的事情 我可能要過的關卡 全部都會影響到 是... 那在這裡要看到 八月二十四號開始 篤林哥已經一開始跟大家講了 然後更重要的是九月 九月會有水星逆行加入 水逆大家就一直在講 這個不順 那個不順 合約也不要簽 然後自己的思維也是要注意 顧一下 那在這裡也是要提醒大家 十月九號就要結束了 也不是下半年 整個下半年就不好 不過在這個多世之秋 你說五星逆行 到十月九號就結束了 我們兩個的生日的那個時候 剛好開始膩 剛好 對 剛好 八二五生日 八二六 所以你看 然後二四開始膩 你們兩個今天事情 要來為水逆之心 對水逆姐妹花嗎 我覺得我們節目組 真的很厲害 因為水逆就是跟水星有關 水星就是處女座的守護星 處女和雙子就是 每年水逆要特別注意 所以他們都來了 就是代表說 其實他們有很多 水逆不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樂觀 或者化解的地方 大家也不要特別地害怕說 是不是水逆 水逆就是全部都不好 所以有的好 有的不好 對 就是人生嘛 好壞參半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逆行代表反思 也代表機會 是 給我們第二次的機會 給我們第二次的反思 遇到一樣的事情 我是一樣慌亂 忘記準備呢 還是我一樣去 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趕快自我提升 然後把握住它 這完全在我們的 心思的轉念之間 那累積在這個慌亂之中 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我什麼事情都亂掉了 像葉婷姐行程亂掉了 像浩然姐 當下就是讓我做這個做那個 我覺得好丟臉喔 心思也亂掉了 怎麼樣再從中解決問題 或者轉念 讓我覺得 以後遇到任何事情 我相對可以平穩地去處理和看待 它是很棒的 可是會亂掉哪些呢 大家在這裡 8月24到10月9號 要特別注意心情的部分 心情疫情 大家都非常的欲足 然後覺得焦慮 金錢啊 人際關係啊 工作機會啊 甚至帶來很多摩擦 是我們就大眼瞪小眼 看誰都不習慣 對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注意 這些憂鬱焦慮 甚至是我們沉迷 沉迷上網 沉迷各種賺錢的機會 對 沉迷 沉迷還有上癮的部分 尤其我們是焦慮的時候 轉移注意力是最容易的嘛 是 對 但是我們沉迷其中 是不是正事就不做了呢 這部分要注意了 心情財務 注意意外破財 是 通常水泥都是在意外之間 發生一些意外的事 當然我們覺得說 我準備好了 通常我們越覺得安全的時候 越容易有意外發生 那財務部分我們看好了之後 健康呢 有些人就覺得說 現在沒有錢 那我活那麼久也沒有用 所以我努力賺錢好了 可是你要知道 在這種疫情之下 你要看醫生也是很難的 尤其是因為焦慮 然後我們過於的 讓自己的行程塞很滿 或者睡不好 導致我們自己的 身體免疫力大失調之後 病來如山倒 這種事情 要特別注意 我們覺得說 在疫情期間 長輩要必須保護 因為大家疫苗的關係啊 或者是 病毒一直在轉來轉去 長輩是不是就 在家就沒事了 可是在家沒有運動 是 該三高的啊 慢性病的啊 都通通來了 是 甚至我知道是 醫院那方面 我有聽說朋友 醫生的朋友講說 中風機率也變高了 對 大家要特別小心 減少運動 減少對外的接觸 不代表我們就會健康 是 對 反而是在家裡也有一些 可以動的 動腦 動身體的方式 大家要特別要照顧自己家裡的長輩 多動一動 最後就是大環境啊 整個政權啊 上位者啊 容易遇到檢討 或者是容易遇到騷亂的這些狀況 是 我覺得這些我們普通人應該不太會遇到 但是他會不會遇到一些比如說股票基金的問題啊 或者是我們要去公司要做什麼融資投資啊 這些就是要我們要特別關注 OK 那十二星座應該如何拯救自己 對 大家不要覺得說水溺我們就完了 泡在裡面就爛掉 其實很多行星的逆行 帶給我們不同的機會 只是我們有沒有看到而已喔 在這裡我們要大家參考太陽和上升 不看什麼熱度去交朋友 對 我只看人品或者是我覺得好的人來交朋友 人脈就是錢脈 但它並不是一種不好的連結 喔好像我覺得是用別人賺錢 是 我覺得有時候人脈是錢脈是 大家一起串聯起來賺更大的錢 是 對 這是很多行星的逆行 帶給我們不同的機會 只是我們有沒有看到而已喔 在這裡我們要大家參考太陽和上升 先來看 第一部分 牡羊獅子射手火象星座 在五星逆行期間呢 要展現你的特質 然後七到十月要把握新機會 像浩然姐的上升就是獅子 也可以把握一下 因為你的特質會讓別人覺得說 這個角色或者是這個 比如說投資者這個老闆 是非你莫屬的 只有你才能把它完成好 我覺得常常展現自己的特質 你會什麼 你的優勢是什麼 在七到十月會吸引新機會來 好吧 好 那我們來看 金牛處女摩羯啊 土象星座也是兩位來賓 來 新轉折點 八到十月闖出新成果 是 新的轉折點 這就是我們有在鋪墊的 還有沒有在鋪墊的 都有可能會出現一個轉機 那有在鋪墊準備的就是 我可能要準備考試 我可能要去做一個新的產品 我要接什麼代言 這時候新的轉折點 會在八到十月 會有一個好的成績出現 好 那我們來看 來 水瓶來了 把握人脈 十一到十二月要展現你的野心 篤林哥 像是網上去賣什麼 商務的 或者是跟房子有關的 甚至是跟貿易 保養品有關的 篤林哥都可以去試試看 就什麼都可以 我也都說yes 對 電商 電商要展現野心 這時候不要覺得說 這個錢我是要守住 不是要投資 或者說這個錢 也許我不要太爭取 人家覺得我只看錢 我這個品牌就被砸了 沒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出現 幫別人錦上添花 回饋回來的錢 就是你的財源 你說什麼時候 十一月開始 十一月到十二月 我十一月到十二月 yes 對 前面要把握人脈 前面你沒朋友 後面也沒有用 前面要OK yes 就是說你的機會 是要人脈 簽給年齡看 要看貴人介紹 對 那最後我們看 巨蟹 天蠍和雙魚 來 務實投入 八月二十號 要注意心態的調整 巨蟹 天蠍 雙魚 在五星水泥裡面 算是比較 負能量多一點的 怎麼說呢 它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要一直投入 要一直投入 什麼時候才是一個尾 什麼時候才能 讓我看到成果 因為我一直合作 一直投入 就不溫不火 我自己的耐心 都被消耗光了 這是他們現在正在想的 可是為什麼老天 要給他們這樣的考驗呢 因為這群人常常容易 負面思維 對 好處是你們把很多風險 都規避掉了 可是風險規避掉了 機會又沒把握住 不就是在家裡面 坐著等 然後沒機會 沒被人看到 沒有被別人賞識嗎 是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務實投入的同時 心態趕快調整 我這裡做得很棒 我那裡幫了別人 那我有些機會和風險 我看到了是不是要分享給大家 當大家一起去分享這些資源 甚至是分享我的成果的時候 我自己想要的東西和目標 才會慢慢地顯現 甚至被放大 這是這部分要注意的 提供大家給參考 雖然說這個逆行的時候 水星逆行的時候 諸事不順 但是也有些人可以逆來順受 把這個逆勢翻漲 來 皓然說你身邊有朋友 趁著逆勢的行情 這個行情逢低買進 結果大賺一票 因為你知道虎市這種東西 你永遠不知道 它會掉到多少 所以很多人會沉不住氣 譬如說像台積電 之前六百多的時候 我周邊很多人買 那每個人都跟我說 因為它還會再往上 所以大家就紛紛就是 你已經不會去想到 它最低是多少 你只要聽到它會往上 你就覺得六百多買 其實如果到八百的話 你看 那也賺很多 對 所以那時候就很多人買 那我其中有個朋友 我覺得他是真的 蠻沉得住氣的 之前六百多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他不要去跟風去這個事 然後就一直 他就跟我說會再掉 我說你確定 可是我碰到每個人都跟我說 會往上 會往上 他說沒有啊 如果真的往上的話 那就代表不是我的命 我可能就沒有這個偏財運 然後一直到五百多的時候 六百多到五百多 是不是又更多人要進去搶了 是 對不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還不是我要出手的時候 我說不會掉了吧 已經到五百多 而且是說護國神山 護國神山 對 我說不會掉了吧 他說 反正就隨緣嘛 他後來買 前陣子買在四百三 就最低的 沒有 他說不是最低喔 四百三 大家是不是就覺得 我開始要大量嘛 因為已經從六百多到四百多 他沒有 他就是買個兩張 他說沒關係再看 如果再下的話 我就再進個一張或兩張 他如果上去的話 那就是我賺到 那如果再往下的話 其實我就慢慢的進 慢慢進去抓那個平均值的話 平衡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天啊這種人 他怎麼可以 碰到任何事情 就是大家一窩蜂在做的時候 他永遠都會在旁邊就是 慢慢然後很沉得住氣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所以我就覺得 突然這種人好像 反而能夠賺到錢 所以最近還漲了 就小賺了一點對不對 因為他那天買完之後 就 就互盤了嘛 對 然後就一下就到了四百六十幾了嘛 那他也沒有特別開心 像我們一般就覺得 哇你看一買完他就漲 他說沒關係 我們就再觀察 我想說怎麼可以有人 永遠都這麼 優雅 優雅的在看 優雅的潮 真的好來 所以大家聽到水星逆行 都在害怕的時候 緊張稀稀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更要注意了 我們要問一下白雲老師 五星逆行的期間 哪些星座的人 他是有機會可以 逆風高飛 逆勢翻長的 雖然我們在五星逆行的時候 覺得很危險 要提醒我們方方面面都要注意 但是在逆風中 找到自己可以飛翔的航道 也是我們人最聰明 有智慧的地方 在這裡請大家看一下 太陽上升和火星 那每個人都有機會 那看看你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 財運新高 這相信大家都想要的 為什麼你們會有財運新高呢 天平的理性就在於 我不看什麼熱度去交朋友 對我只看人品或者是 我覺得好的人來交朋友 人脈就是錢脈 但它並不是一種不好的連結 好像我就利用別人賺錢 對我覺得有時候人脈是錢脈 是大家一起串聯起來賺更大的錢 對合作是要賺更大的錢 而不是把別人的錢偷走 這個觀念 篤玲哥你要轉換過來的話 就可以幫你 Turbo加速去把錢脈找到 像摩羯 就是葉婷姐 對 上升摩羯 摩羯在財運上面 它就是守得很穩 今天就是我有一部分錢 可以跟風 可以去投資 沒有壘沒關係 借朋友都好 但另外一部分錢 我就是守在那裡 對 對 我守在那裡 在關鍵的時候才出手 好 那射手呢 射手的話 財運新高是來自於 它已經累積了兩三年的人脈和計畫 是 只是說它就是不敢出手 不知道怎麼辦 那在五星逆行的期間 其實大家都遇到了各種困難 它就是出來當救兵的 接下來 形象你的整體形象 氣質美貌 來看一下 處女巨蟹和金牛 兩位姐姐都是處女座 那在美貌上 大家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 還要再升級 還有空間嗎 已經到頂了 升級在哪裡呢 處女巨蟹和金牛 在接下來的時間 慢慢的可以抓到自己的潛能 甚至是我長期想做 但沒有自信 下半年遇到了各種風風雨雨 因為不只是我們遇到 每個人都會遇到 我們的特質就被凸顯出來 在需要的地方 有人看到我們 我們就在那裡定位 我們兩個下半年 很多人會看到我們 對 我們一定要一起做一些什麼事情 是 然後大方展現自己 來看第三個 事業翻掌 大家應該都很想 在接下來的下半年 天蠍可能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或者是合作機會 甚至是不同的行業的跨越 那牡羊呢 牠在上半年已經聚集了很多能量 但還沒有爆發 來到下半年 牡羊可能會是某一個平台 或者某一個群組的發聲的人 可能是發言人 那牠的作為可以被大家看到 獅子 獅子在接下來的下半年 事業的翻展 翻展是來自於你的選擇的決策權 是對的 對 那在這個十字路口 然後你原本保守的路線 出來一個新的機會 你再想說再保守下去 我可能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新的機會 我不管它怎麼樣 我就是要試試看 說不定是最後的機會 我覺得這反而看起來是 破釜沉舟 你的成功機率更大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再加上就是礦泉水 大概到七分滿到八分滿 那這個叫做安冷水 安冷水它就是一個 可以在我們的風水當中 去除一些病氣的 當你的風水磁場不穩定的時候 這個安冷水的鹽巴會跑出來 它代表什麼 幫你改變居家的磁場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正念爆棚 前面我們說過了 如果我們負能量 然後再加上五星逆行 那這個負負得負 不會負負得正 就會覺得我可能就無法在情緒 或者各種爛攤子的泥沼裡面爬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正念爆棚 大家找這三位 雙子水瓶雙魚座 他們在轉換思維 或者是看待人際關係合約 甚至是財運的部分 他們也許遇到的困難不比別人少 但是像雙子 他可能就會想說 找不同的朋友幫幫忙 找不同的資訊 看能不能拉自己一把 水瓶呢 他的朋友很多 而且他的技能壓箱底 壓箱底的技能很多 你找他說不定就可以找到 那個多拉A夢口袋裡面 最需要那個密集 那最後雙魚座 雙魚前兩年的人脈財運都很好 今年是來自於他的形象 口碑幫他去維持他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他的正念是可以幫助 如果他的正念發揮出來 是可以幫助他增加像被動收入 像很多正向的吸引力 幫助他去實現一個自己想要 但是看起來有點遠的願望和目標 那有點像什麼房間一句話 叫做如果你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這是雙魚會實現的狀況 提供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下半年 旺旺旺旺 另外講到葉婷 葉婷你當然做造型好多 跟我們介紹每年最新的流行 流行趨勢這些 你以前出了一本書是 專門是髮型書 結果不是出一本 我出了九本書 九本 所以變成說好多女生 學生頭髮可以有這麼多變化 所以你後來有 就是說變髮達人這個稱號 那時候我就剛好在日本 就念整體造型 很多人都說我很會綁頭髮 然後我就出個書 教人家綁頭髮 但是你就變成變髮達人之後 你就會到處有 你就會出門都很小心 心頭髮都要光鮮亮麗 都要造型 可是我有一次就是去大賣場 那因為現在是不是都戴口罩 對 然後你就想說戴口罩 沒有人認識我 要結帳 然後就低頭 然後他就說 老師 然後我就想說 就開始看後面 就想說 沒有 婷婷老師 你好久沒有來了 我就想說 我都戴個口罩遮到這一邊了 然後頭髮又隨便扎起來 還被發現 然後再來呢 他就說 你最近那個頭髮 有白頭髮跑出來了 然後 好煩喔 這個路人 是不是 然後我就想到 我這個髮尾又有點乾枯 然後他就說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很累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以後去大賣場 頭髮也要梳好 妝也要化好 即使戴了口罩 但是呢 其實我就會去檢討 處女座很會檢討 就想說 我的頭髮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說我達人耶 後來我就想到了 其實我就是 那一陣子 因為比較沒有錄影 所以我就比較忽略了 護髮這件事情 對 所以頭髮就會變得 比較乾枯 然後又加上 自己到了這種 你知道姐姐 姐姐也 姐姐 我不是她的姐姐 我是很多觀眾的姐姐 對 很多老師 妳有50家了嗎 我是55了 葉婷有55了 我55 我比她大 對 我的保養都夠好了 葉婷保養妳有更好 我56 其實我有很多同學 都跟我差不多年紀 他們在開同學會都說 婷婷妳怎麼樣 我頭髮為什麼都看到頭皮 就很害怕自己頭髮看到頭皮 妳會頭髮看到頭皮的人 妳會發現她的頭皮是油性的 女生也會嗎 也會 女生也會 女生不會凸但會稀疏 稀疏或變性 對 那還有 其實像我們熟齡 其實妳的毛囊也會老化 其實因為妳的頭皮 跟臉皮是一樣的 是 同一張皮 所以妳的毛囊 本來妳一個毛細孔 可以長三根頭髮 那妳因為清潔不當 或者是空污 或者是化學的那個傷害 因為我們常常染髮 然後妳就會造成毛細孔 可能變三根變兩根 兩根變一根 然後或者是它就不長了 其實妳的頭皮的肌膚老化 也會讓妳的頭髮開始脫落 然後開始稀疏 妳看一下我的那個照片 林業婷招牌丸子頭縮水 髮量變少 妳知道嗎 妳看我那個M型凸 就是我有一次 因為不是現在疫情關係 都戴口罩嗎 是 那我就會把這樣一直綁 綁丸子頭 或者是把它盤起來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那個M型凸 出來了 嚇死我了 妳說這個 整個很凸 是有喔 所以妳的丸子頭 以前是大包子 現在變成小魚丸 小籠包 現在變小籠包 真的 髮量會決定丸子的大小嗎 以前會 因為以前髮量多的時候 丸子頭很大顆 然後就很時尚 可是呢 後來髮量變少 丸子頭變小顆 然後就會變很阿桑 就會變成有一點像 倒姑 對 倒姑 像有一點那個感覺 對 所以我就趕快補貨 就是這一組 我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一組 這是日本知名品牌 出的這個草本喜潤組 對 它非常好聞喔 妳可以聞聞看 妳可以聞聞看 天然的草本的味道 是不是很高級 Hair Spa的味道 對 大家都講說 這味道好高級 對 這個味道怎麼會用高級來形容 怎麼講 可是其實是 你去到Spa館 其實你一聞就知道高不高級 高級就是 高級跟平價味道是不一樣 對 為什麼高級 因為它是天然的草本精油 不是調出來的 對 化學跟天然有差 對 化學會 那個香味是衝到那邊 會用 對 因為我們家都是 我住在男生宿舍 對不對 所以 我要買的 我不喜歡用香水味道的洗髮精 因為他們都會跟著我用 他們覺得 媽媽那麼逆鈴 媽媽用的東西一定最好 所以 他們都會跟著我一起用這一組 所以我一定要買那種 男生也可以用的這種天然的草本味道 這個味道是 男生OK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日本知名的大廠 對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種 因為它是專門生產很多那種保健食品的 是 那它也不是專門生產洗髮精 但是他們特別為我們這種熟齡的 推出了這個系列 它的味道我覺得好熟悉 它是 它有一個呢 特別的成分叫 薑根萃取 我們吃的那個薑 對 老薑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在洗頭的時候 我都會洗兩次 第一次呢 就是把頭髮洗乾淨 日文說這個 如果你不注意的話 有時候你已經變成叫 就是那種老人臭 對 你已經用老人臭沒有發現 好彩那個叫嘉陵臭 對 年齡的你嘉陵臭 然後我要講就是說 對 好可憐 然後裡面呢 我剛剛講到薑根萃取對不對 那我第一次先洗乾淨 第二次呢 就要用你的指腹去按摩你的頭皮 你有在照顧 有會在照顧 對 所以呢 就可以讓你達到很好的髮平衡 因為頭髮每天都會掉一百根 平衡 平衡 健康的頭髮都會掉一百根 那所謂髮平衡就是 你要有掉也要會長 是 如果你掉了不長 就是頭髮沒有平衡 再來呢 其實我不只這樣而已 因為我常常剛剛有講 髮質就是氣質的代表 所以頭髮 髮絲也很重要 頭皮照顧好 會長出健康的頭髮 尤其現在我的小孩 他們到假日都會去衝浪 然後就變得 馬上變得很乾乾黃黃的 所以他即使男生他都要護髮 你就會覺得 你頭髮洗完之後 就會非常的光滑柔潤 那這又日本大廠 又這很貴嗎 我跟你講現在呢 我覺得他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便宜 以前呢 他還沒有進台灣喔 他是六七年前才開始進台灣 以前還沒有進台灣的時候 我都要自己去日本帶回來 但現在呢 我們現在不能光光去旅行 也不用那麼重 因為這個很重 其實現在呢 你只要在網路上或打電話 因為他是知名品牌嘛 你在網路上 然後或是打電話呢 就可以訂購 而且呢 他幾乎是這種草本SPA的這種 Hairspa的價格的二分之一 就等於你去那個Hairspa裡面 做一次頭皮SPA 護髮你可以買兩組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護髮這種東西不能說 常常去給專業的做 然後平時你都不做 去給專業的做是享受 是很舒服 但你平時也是要做 所以說現在在品牌官網 打電話就可以訂了 對 就會這樣 有光澤感 其實頭髮真的是 就是說有光澤 然後順不順 有剪離 他真的是剪離 你知道我昨天 我昨天跟我的那個 那個妹婿打麻將 然後我就這樣摸摸摸 然後我妹婿說 姐 你現在這個髮型呢 跟你以前出專輯的髮型一樣 好像喔 那我就那時候就投下 我說 是這樣也沒有錯 我也不會放給你 所以你最近你兒子 你大兒子最近開始去拍戲 然後你也去客串是不是 對 因為那時候他們就說 媽媽也要不要來客串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去客串 然後我去客串的時候 因為也是報到的時候 就是戴個口罩 他們就說 然後他另外的演員朋友說 姨太 你女朋友來探班了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啦 那是我媽媽 那有沒有很開心 媽媽最開心的就是 人家誤認為 我說兒子是她男朋友 對 媽媽最大的驕傲 然後導演就說 怎麼可能是媽媽 看起來就像姐姐 接下來零七三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夠 順順順 來 美玲老師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是 莫蘭迪黑 一顆珠子 好高級喔 對啊 這是高級顏色 然後第二組是 三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 五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 兩顆對兩顆 是 第五組是 四顆對四顆 我們填第一直覺喔 來 湯正瑋老師 哪些居家風水可以幫助 抵禦五星逆行 帶來各種的煞氣 是 好 其實五星逆行 就好像我們風水當中講的五黃 像二零二二年 就是五黃入中宮 所以會有很多的像病災 或是很多的一些天災 人禍等等的 那我覺得逆行就跟什麼 人的一個焦慮 煩躁等等有關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做錯決定 所以如果你平常 沒有一個很好的智慧 或是你的心 沒有辦法冷靜下來的話 那阿湯哥教大家 有三個你可以在居家當中 可以去佈局的 第一個的話 其實我個人滿喜歡用精油 來去調整你家裡的空間磁場 對 因為其實家裡風水 除了格局很重要 會影響風水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味道 氣味 因為其實味道 它是有記憶的一個能力的 所以你看到 一開始如果說我們人 走到這個地方 你會想說 這是皓然姐走過的 因為它有獨特的一個香氣 等等 或是葉庭姐的髮香 之類的 因為味道 確實會有這種記憶點 那其實你要用精油 精油 其實你就要選擇天然的精油 因為天然精油 你在這個空間 你會覺得很像是 你在芬多精裡面 那它也會有能量的一個加分 所以你可以用精油 來去把你家裡的味道給去除 那尤其什麼呢 家裡的玄關的位置 玄關代表一個人際關係的地方 如果說你的玄關 可能擺了很多鞋子 鞋子亂就算了 而且還有臭味的話 那代表什麼 口臭門 你一進去 你的家裡內外 都會有這些口舌是非 所以打掃乾淨之外 我的習慣是 我會在玄關擺一個水足的精油 你可以用它每天回家 或出門在外 你都會有好的貴人韻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床頭的旁邊可以放安人水 什麼叫安人水 安人水就是 你可以準備一個陶瓷做的一個碗 一個容器 大小都沒有關係 那你準備好之後 這一個容器裡面 裝一半的鹽巴 就是我們一般煮菜的鹽巴就可以了 然後鹽巴上面再鋪六個銅板 那這個銅板 一塊五塊十塊面額不限 那你就把銅板洗乾淨 然後銅板鋪在鹽巴上面 圍一個圈圈 對 然後再加上就是礦泉水 大概到七分滿到八分滿 那這個叫做安人水 安人水它就是一個 可以在我們的風水當中 去除一些病氣的 當你的風水磁場不穩定的時候 這個安人水的鹽巴會跑出來 它代表什麼 幫你改變居家的磁場 所以如果你本身自己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病痛 像浩蘭姐說的 可能腿莫名其妙的痛 那或許你可以把它放在床頭旁邊 那可以在無形當中 把這個運氣 壞的運氣去除 好的運氣納進來 那可能你在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尋求到貴人良醫 會有好的幫助 安人水你可以放到床頭旁邊 或者放在家裡的西南方 因為2022年 西南方是一個病腹方 或東方 還有家裡中宮的位置 比較偏家裡的中間 因為家裡的中間 今年剛好就是五黃來入座的 所以它會一直影響到年底 所以大家可以用安人水 來去放鬆或是改善家裡的磁場 那第三個的話 會建議家裡的門口 或是陽光比較充足的陽台 可以種上五寶草 那什麼叫五寶草呢 五寶草 哪五寶 對 就是芙蓉 艾草 香茅 瓦草 還有薄荷 因為這五種植物 它都是陽氣比較旺盛的植物 所以當你在逆行的時候 人就是那個邪氣容易入侵 那可能沒有智慧 那你可以用這個五寶草 種在門口或者是陽台 其實我們在古法當中 家裡小朋友或是自己 可能受到驚嚇的時候 都可以拿五寶草 例如說其中的瓦草或香茅 你可以去洗澡 有沒有 或者是去血氣 那這個受到驚嚇的時候 還滿好用的 所以你可以用五寶草 來去改善家中的一個磁場 那另外也有些可以做成像精油 就像剛剛那個葉田姐講的 那個洗髮精 也會有很多的這種天然的精油的配方 草本 那你也可以類似 找這樣的一個配方 來去淨化你空間磁場 這個對你的家裡的這個氛圍 還有例如說 人跟人之間的口舌是非 還有一些病氣 都可以有化解的效果 所以以上這三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來 接下來 來 林朱占卜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夠順 來 美玲老師 好 我們來看看 你未來這一個月 能不能像葉婷的頭髮那樣子 順順順喔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是 一顆珠子 一顆珠子 好高級喔 對 這是高級顏色 然後第二組是三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五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兩顆對兩顆 是 第五組是四顆對四顆 我們平第一直覺喔 來 浩然 二號 二號 紅色 二號 我選紫色 紫色 五號 五號 紫色 好 我要二號 你要二號 來 我也是二號 是二號 全都喜歡二號 他們選 都選完 三號跟四號 就是我身上的高級配色 你喜歡哪個高橘的顏色 高級配色 我選裡面這個 綠的 三號 三號 其實篤林 以前最喜歡的就是 莫蘭迪黑 那我們現場都沒有人 挑莫蘭迪黑 我們看 莫蘭迪黑 這個高級顏色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會順順順的 我們來看囉 這個可是在 現在很多人都在 都有自己的自媒體 然後賣自己的產品 那或許你業績成長了 就是因為一個報導 然後就讓你整個爆紅 現在很多的網紅 也會推薦很多的商品 很多藝人什麼的 那就因為一個報導 你的整個業績會長紅 會順順順的 所以當我們業績順的時候 這個曝光度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讓你的產品 這個月如何去曝光 增加它的曝光 它的業績 就會增加它的業績量 是 我們恭喜你 然後我們再來挑 第四組也是現場沒人挑的 後來賭靈改挑這個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水藍色的是 是在哪一方面會順順順的 這個很好 你知道嗎 在這個疫情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有停下腳步了 很多人有開始想要找伴 過生活了 那前面老師找的都不對的 現在終於可以找到一個 能夠彈情說愛的伴 那就代表說 你能夠找到一個 三觀觀念能夠相合的 你知道嗎 三觀不能合適 不能彈情說愛 只能夠生活在一起 也是一種痛苦 我們要找到 可以彈情說愛的人 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恭喜你 終於找到彈情說愛的 在感情方面是可以順順順的 好 我們再來呢 第二是在座很多人挑的 對 皓然還有兩位老師挑的 我們看這在哪一方面 可以順順順的 當你轉型了就會順 如果你還是沒守成規的話 那可能很多事情 還不是那麼順 但是必須大刀破斧地去做轉型 但是轉型也並不是說 就像我們剛剛講 轉型並不是說 好 我現在想轉什麼就去轉 還是要問問專業 只要你問問專業 只要找對方向的時候 這個時候轉型 這個時間點是對的 那代表說 你要跨越另外一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恭喜你 這也是非常好 然後這個呢 還好我們篤林剛剛跳過的話 沒有跳這個綠色的 這個在哪一方面呢 能夠順順順 但是現在也很多人需要的 這個是在 身體健康方面需要順順順 我覺得這也不錯 很好 但你知道在這三年 很多人情緒是不穩的 那是不是心體健康 還有很多人染疫了 但是他染疫呢 他可能每一個人症狀都不同 但是也找不到病因 還有的人像剛剛像浩然一樣 其實他就是一個可能小小的問題 但是就是老是找的科都是不對 看的醫生都看不對的 你知道這個造成很大的困擾 但是當你碰到這個掛的時候 你沾到這個掛的時候 代表說 你最近貴人相助了 你可以找到對的醫生 會讓你的身心靈都很健康 這個我們恭喜 然後我們 最好 對 我們要來恭喜這個 我們常常講頭髮會開運 你知道很多人那個頭髮 我們的紅光就在頭 都是在頭皮上 有的那個頭髮看起來都臭會搭 他染到整個都毛躁枯萎 那怎麼會紅韻當頭呢 所以我們要紅韻當頭 一定要把頭髮保養好 所以我們恭喜 一枝獨秀的液體 來 這個是在四葉方面 四次流影 順順順 所以我們的頭髮是也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紅韻當頭 就要把我們頭髮保養好 然後觀眾朋友 如果跟葉婷跳到一樣 這個掛了就恭喜你 在這方面 各方面都會 事事如意 都會非常的順 恭喜你 謝謝老師 來 我們好玩大放送 節目最後要送出 讓大家擁有 蓬鬆秀髮的小禮物 詳情喜少命好好玩 臉書觀光粉絲頁查詢 就有機會獲得啦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來賓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